七百多人以外的接触者 那是我们是要高度注意的 周末两天远航返台的敦目舰队七百四十四人 其中有二十四人确诊都是磐石号人员 经过疫调后指挥中心宣布 这次群聚事件已经进入第二波感染 本次群聚事件已经进入了四波感染 那后续当然是会有处于潜伏期的个案会陆续发病 确诊者中最早发病的是在四月一号 有八人是集中在四月十一号到十四号间发病 四月十五号到十八号发病的则是七人 四月十九号发病者只有一人 另外无症状的有七个人 成立防堵疫情指挥中心室加快脚步追踪接触者 除了另外七百二十位是已经都住在集中检疫所 或在医院里面 那另外我们也找到了他们其他相关的接触者 有两百五十五人 那这两百五十五人里面家属占八十一人 医护三人 友人四十七人 学校相关的有七十七人 其他有四十七人 那会列入居家隔离的大概有一百七十七位 而目前舰队群聚感染的源头还在疫调厘清中 不过敦牧舰队曾在三月十二号到十五号间停靠帛流 并且根据船舰上的就医记录 约一周后有五个人曾经出现轻微发烧症状 指挥中心针对这五人做病毒采检 结果是阴性 不过进行血清抗体检测 却有三人体内有抗体 代表先前曾经受到感染 出现发烧的时间点来看 其实是落在三月二十一号到二十六号之间 如果以那个时间点当作他的发病日 那其实应该不是说上船前就已经有感染 指挥官陈时中表示 为了厘清军舰上的感染途径 将会针对三艘敦目远航军舰人员 全部做血清抗体检测 新常人亚太电视 池千里黄晏林 台湾台北报道